農村人口老化及小子化現象 造成農業缺工嚴重 因此竹山農會 特別向農委會爭取今年度 農村農產業人力活化計畫 期盼能夠輔導更多地方民眾 投入農業的各個區塊 那在我們竹山鎮裡 小蕃茄栽培的面積 也有10公頃左右 那種植的農友 同樣也面臨缺工的問題 那為了解決這個問題 我們農會針對小蕃茄這個產業 辦理了104年度農村農產業人力活化計畫 那像今天我們就來到現場 做這個現場的食物操作 那就是說希望這個操作 可以讓這一個人力的服務團隊 盡早投入這個產業 首批人力服務團隊共計20人 之前在辅興裡一處農場 使之小蕃茄栽培技術管理採收 分級包裝等技術之食物 由農場主人親自指導 因為我們這邊竹山是茶區嘛 工人比較難請 當然是很希望以後是很多人來投入這個農業 蕃茄不是很勞力啦 但是就是它的工作會比較繁雜一點 因為蕃茄需要栽芯啦 徹芽啦 噴洞啦 柴果啦 所以工作會比較多 人力服務團隊經由培訓 每天可獲的工資八九百元 對於農村家庭經濟部小補 因此搬員都有初步共識 為地方農業奉獻心力 小蕃茄才知道它的工真的是超多的 要從夾果然後夾汁然後把汁葉有的要取掉 然後再採收期也要看它的成熟度 然後再來裝和 如果有空的話 我的工作質疑不衝突的話 我會過來幫忙 議員吳瑞芳肯定農會及班員的用心 希望透過這樣的計劃 農業人力將來能逐步增加 竹山農會全力的用心在推廣這個農產品 現在也都輔導農民來種這個小蕃茄 小蕃茄現在價格也非常的高 差一間二兩百五三百 現在缺工要採收的 做一半二十幾個來負年來買番茄 看這些媽媽們這麼用心 也大家大家這樣學了一下 本縣為農業大縣農業缺工問題 議長和順豐呼籲縣府農政單位能更加重視 多加輔導爭取類似計劃 讓民眾可以擁有更多農業專業 明生仲薪夷 竹山採訪 報導 motion